在这个专专方文文块里啊 我们就来定义这个图像的一个转换网络 首先啊咱们还是把这个tensorflow给它引进来 一会儿呢咱们要用tensorflow啊 去定义这个网络结构 stf 然后呢还有debug的这个pdb 那么下面啊我就来定义这个图像转换网络 其实啊它就是一个 嗯由卷积网络和参差网络所组成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架构啊 咱们就按照那个论文啊 就是按照论文一步一步的去写 它的一个整体的架构是长什么样子的 首先呢它是经过了这样一个卷积层 然后卷积层呢我用这样一个convert 一会儿会写这样一个卷积操作的一个函数 然后呢对于这条网络来说啊 首先传进来的是咱们的一个数据imagine 然后呢它是要进行一个 就是有指定一个filter number 然后还指定一个filter size 以及呢最终还只需要指定一个stread 我们需要指定这些参数 这是啊咱们第一层卷积啊 就是一个正常卷积层 然后呢我来复制一下 就是按照咱们论文里边的一个要求 我们第一层卷积 第二次也是个卷积 咱们一共啊有这样三个卷积 这是convert1 convert2和convert3 然后呢里边参数啊稍微有些不同 咱们的一个filter number是要增加的 第一开始是32 64 然后128 然后呢咱们的一个filter size啊 也是在减小的 第49的后码都是等于3的 这个是说啊咱们先经过三次卷积 然后呢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小的残差网络吧 咱们需要把这个残差的模块导进来 第一个残差模块 然后呢咱们一会儿啊就要再写这样一个残差模块 我先把它的一个函数的名字写上来 咱们的一个残差block 这里呢它也需要传进来这些参数 就是它的一个输入是这样一个convert3 然后呢它也是有一个就是一个filter的一个size 我们让它等于3 这块呢我们再复制过来 我们有几个 我们一共是有5个啊 12345 然后写上标号 第一个模块23 然后4 然后最后是一个5 每一次的输入啊都是咱们上一次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值 然后最后那个3啊它是不变的 这块呢是一个残差1 然后残差2 然后这块我们输进来的是残差3 最后啊输进来残差4就可以了 那现在卷积模块残差模块写完了 嗯还有一个模块就是说啊 为了使得咱们一个输入输出是保持同样的大小吗 所以说啊就像咱们论文当中说的一样 咱们无论是上采样还是下采样都是用卷积去做的 那下采样咱们可以指定这样filter 就是指定一个stride 然后去进行下采样吗 那上采样我们可以指定这样一种反卷积的形式 嗯就是一个transpose 我们来写一个convert1 它是一个transpose的操作 那么这里呢我们再写一会儿啊 还有写一个函数就是一个convert的一个transpose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层来进行一个反卷积的操作 这里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第五个残差模块输进来 然后呢需要指定啊 它的一个filter number 以及呢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stride 它的一个filter size 还有它的一个stride分别等于多少 再把它复制过来 一会儿呢咱们就写这样一个反卷积的函数 在这里啊我们是需要三个啊 需要两个一个是t1一个是t2 然后呢我们最终啊还有个t3 t3啊我们就是不用反卷积了 最后t3啊我们让它去是正常的一个卷积 它就是等于这样一个convert layer 我把这个convert layer给它复制过来 它的输入呢就是这个convert反卷积的一个t2 最终呢我希望得出来的是啊 一共是有三个三个特成图的意思啊 就是说嗯咱们现在啊就是相当于是 又把一个一开始输入 它不是就是通道是等于3的吗 那我想最终的输出啊输出的也是一张图像 所以说最终的输出啊 它的一个filter number也是等于3的 所以说嗯就是还是rgb这个三个通道 然后呢它的一个啊 然后啊它的一个filter的一个size是等于9 然后它的一个stread啊 我还是让它是等于 我让它的stread啊还是等于1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需要指定一个机会函数 就是说啊默认我们是加这个软路机会函数的 那最后啊我就不加这个软路机会函数了 最后呢我让它这个软路啊等于false 这样呢咱们就完成了一个由输入啊到输出的一个过程 咱们由输入进来呢 先是进行一个下采样 然后并让它的一个filter number进行增加的 然后呢咱们进行一个 咱们进行一个上采样 让它的一个图像的大小是变大的 然后filter的个数是减少的 最终呢我们再让它的一个filter number等于3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由图像输入 再到图像输出的一个过程 那最后啊我还要得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值 最后的一个结果值呢 就像咱们论文当中说的一样啊 我们用tensorflow的一个n模块 n模块下有一个弹进的 有一个弹进的层 用这个弹进的层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个输入啊 给它的一个值啊 给它映射到一个200 就是要把它的值啊 映射到这个0到255区间上啊 就按照论文当中 给咱们的一个这样的格子要求 我们用这样一个弹进层啊 去做这样一个映射就可以了 这块我加上一个小数点 然后再出上2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啊就是咱们的一个啊 就是咱们图像啊 这个transform的一个net 它的一个整体组成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再出上1头 请不吝点赞订阅 再进上1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